喂 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12月1日星期二的天下新闻 新冠疫苗是陆续研发出来之后 到底有哪些群体可以优先的获得接种也成为了焦点 全球的政府是各有安排 而目前美国是有两个疫苗正在等待FDA的审核 疾病控制中心CDC 今日就疫苗接种的顺序也做了投票的表决 医护人员还有疗养院的住户将会成为优先首次的批次 而英国 法国 中国则是制定了不同的优先顺序 疫情严峻 在疫苗供求极度紧张的情况之下 谁能成为新冠疫苗的第一个接种者 是全球的瞩目议题 经过数月讨论 12月1日联邦疾控中心CDC的独立专家小组 就美国的新冠疫苗接种顺序投票表决 建议将前线医护人员和长期疗养院住户 列为第一阶段的优先注射批次 覆盖240万人 投票结果会上报CDC主管雷德·菲尔德 获他批准之后 会成为官方建议接种指南 发放到各州 帮助各地政府在本周五的限期前 制定出疫苗接种计划 之后CDC专家小组会陆续召开会议 讨论及尽快表决下阶段的接种对象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870万名必要行业工人将会是下个优先群体 之后才是65岁以上的长者和新冠高危群体 这个顺序和特朗普政府的抗议团队不一致 白贡抗议小组领队伯克斯 坚持长者应该优先接种 感恩节旅行热潮过后 感染数字持续上升 卫生专家担心圣诞节会成为疫情大爆发点 民众将希望寄托在新冠疫苗上 目前美国辉瑞和莫德纳两家公司的新冠疫苗 已经向FDA提交紧急授权申请 FDA审查小组将于12月10日 针对辉瑞疫苗开会表决 顺利的话月底前就能投入使用 总统特朗普成立的取速行动小组表示 明年6月前全美民众都能接种疫苗 不仅在美国 全球都在争夺成为首个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 英国正在考虑批准两个疫苗的紧急授权 分别来自阿斯利康和纽津大学以及辉瑞 最快可于12月7日接种 首批注射对象主要为一线医护人员 80岁以上长者也在优先之列 法国也在今天宣布新冠疫苗的五阶段接种计划 疗养院的高危老人和医护人员可优先获得注射 但并不强制民众注射疫苗 疫苗接种工作可能于今年年底或者明年1月初开始 同样推行疫苗自愿接种制度的还有德国 老年人、高风险人群以及医疗系统从业人员 可以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而中国则早在10月底开放疫苗预约申请 高风险人群可以优先接种 向大众开放之后就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 天下卫视编辑报导